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历史上最早纪念端午节是因为一个叫吴子旭的忠臣 屈原投江的典故人们都很熟悉 这也某种程度上得益于屈原的文学作品黎骚 而吴子旭虽然名气不如屈原那么的大 但他的个人爱国情操可一点都不属于屈原大夫 吴子旭出生于春秋时期的楚国 但是他并不热爱这个国家 年轻时候他也曾立下宏图壮志 试图为了楚国的发展做出贡献 然而昏庸的楚王却听信尘言 不仅没有重用吴子旭 反而杀了吴子旭的父兄 吴子旭悲愤不已 投靠了吴国 得到了吴王的赏识和重用 在吴子旭帮助向吴国日益强盛 最后五次攻打楚国 不仅报了吴子旭的家仇也让吴国成为了当时显赫一时 在大国 吴王十分信任吴子旭 临终前将夫差托付于吴子旭 后来夫差在吴子旭的谋划下战胜越国 并且俘虏了越王勾剑 夫差是个狂妄自大的家伙 他才不认为吴子旭的能力比他强 当时吴子旭多次奉劝夫差杀了勾剑 彻底推并越国 然而夫差却不以为然 他为了羞辱勾剑 安排了种种卑贱的伙计 勾剑在范里的帮助下隐藏得很好 不仅卑躬屈膝服侍夫差 甚至在夫差生病时候甘愿长分 夫差中了勾剑的苦肉计 不仅放了勾剑 而且还答应从越国撤兵 吴子旭看在先王的份上历解夫差 但此时鬼迷心窍的夫差 哪里听得见他的忠言逆耳呢 最后吴子旭绝望了 他告诉夫差 你这样等着灭国吧 说吧自尽而死 您死前告诉手下 把我的眼睛挖下来 置于东门之上 我要看着吴国灭亡 可怜又可恨的夫差 这时候还执迷不悟 他下令不许埋葬吴子旭的尸体 只能扔在江中 对 后的结果众所周知 勾剑回国后历经图治 努力发展生产 历兵木马 为了麻痹夫差 他还特意献美女妻师 夫差果然重计 每日沉迷于女色 国家管理越来越差 七年后 高建准备充分 带着范林杀入吴国 夫差被逼自杀 临死前 他想起吴子旭的话 自觉无言面对忠厚的吴子旭 于是 眼面自杀 由于吴子旭失臣 前唐将比屈原头将让走 所以也有人说 中国端午节的习俗 与吴子旭有关 而非屈原后人 为了纪念吴子旭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